不過義夫怎麼看 當然這個黃珊珊 今天出來開了記者會 那想要極力撇清 可是就像年晃講的 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她還是臺北市議員 結果雙城論壇的時候 竟然這個黃珊珊 可以擠到主桌省慶經的旁邊 可見兩個人是不是關係 這個關係真的早就很好了 那在金華森這個案子裡面 黃珊珊這個 在已經爆發的這個案情之後 黃珊珊的態度從低調 然後變成高調 那到底這個中間的轉折 是為什麼 那他現在當然很多人講說 他賈佩琪以令諸侯 那今天看起來臺北市議員 這個民眾黨都站在他旁邊 但是這個陳佩琪 現在是不是問題也大了 他真的有可能會變洗錢被告嗎 那至於柯文哲 去年圖利罪 定罪率高達百分之百 那黃珊珊今天幫柯文哲的解釋 能夠讓這個柯文哲 從圖利罪裡面脫生嗎 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坐在沈慶金旁邊 不管怎麼說 就我們可以確定 他是認識沈慶金 第二個 我們也可以很確定 他認識竹雅虎 因為他當議員 竹雅虎是那個 兵役局局長 你說他可以不認識嗎 不可能 也一定認識嘛 你說他當議員當了五六屆了 從郝龍斌時代他就是議員了 他怎麼可能會不認識朱雅虎呢 所以你從這些關係看來說 黃珊珊跟他們是不是認識 我相信百分之百是認識了 那當然黃珊珊後面是前面很安靜嘛 安靜也是你說他安靜也可以說他是在觀察嘛 會不會會不會有諸多的事情會扯到他這邊來嗎 你一定也要想一想嘛 如果你安靜了兩個禮拜發現 應該不會有什麼去review一些資料 什麼過去的什麼什麼他因爲沒什麼事 他就出來講話了 那也沒什麼太了不起的事了 當然他講的這些話 到底是講給誰聽 我覺得就不用講給我們聽了 他講南港經貿園區 對不起 行政院成立南港經貿園區推動小組 由臺北市政府相互配合提出都市計畫 那個可以用二十五條 那是市政府提出來的 但是我請黃珊去看裡面的細部內容 第一期容積獎勵十趴 第二期容積獎勵十五趴 第三期五趴 請你再看底下的說明 依這時辰所給的容積獎勵 不是不能再適用都市更新條例獎勵 就告訴你 我給你容積 你就不能再適用這個排除清華城 清華城都可以 準用都更條例 對準用租更條例 其實說實在 黃珊珊你引用東西的時候 請你要搞清楚 清貿園區是二十五條可以用 甚至於你說的細部計畫 你一面依都市計畫法裡面規定 你已經官每三年或五年做一次整體檢討 這都是市政府在做的案子 那裡面之前裡面為什麼南港園區非常複雜 因為他有些建築是很舊的 他符合都更條例規範的都更 所以南港經貿園區有一部分是鼓勵自辦都更 一部分是市政府徵收土地 市政府提的計畫 這跟精華城差多少 你用二十五條是嗎 難道你的解釋是這樣嗎 在都市更新地區 市政府認為有合理必要 得由精華城提出細部計畫嗎 有這個規定嗎 得由業者提出細部計畫嗎 二十五條沒有 二十五條是政府提 難道你多會審的是市政府 提出的精華城的改建計畫嗎 不是 是精華城自提的 光是市府提的跟業者提的 就不一樣了 那我就不曉得 都議系也不同 所以他一直在講二十五條幹嘛 我不懂 我不懂的是 他已經當過四五屆的議員了 還當了副市長 他這些不知道 就批評人家不懂法律 那我請問你 都委會審的是精華城 依第幾條提出來的 系部計畫變更案 你告訴我就好了 從黃錦茂一堆都發局的 那個公文裡面 包括陳玉坤自己 開記者會都說他是一都市計畫法 第二十四條 你偏偏要跟我說自治條例 第二十五條市政府 對 我又不曉得你到底在講什麼 我完全不懂 第二個當然你說陳貝奇是不是觸犯洗錢罪 當然你從那個洗錢 防治條例裡面應該是第二條第三條吧 他有他有很明確的一個規範就是特地犯罪 你幫犯罪者持有或是什麼等等會構成洗錢罪 那今天最簡單的一件事 檢察官必須去釐清 釐清 這裡面有多少比是屬於特定犯罪的錢持有 然後陳貝奇去轉移 這才能夠成那個洗錢罪 舉一個例子 扁案裡面 陳志忠就是洗錢罪跟未證罪 他兩個都有 洗錢跟未證 那陳貝奇現在是證人 會不會未來講話跟檢察官查不出來 查出來的實情不一樣 是不是構成問診 裡面是否有所謂第幾條第三條 還是第四條所規範的特定犯罪裡面的金額 特定犯罪的金額講一下 還包括選舉 公職人員選舉的經費 公職人員選辦法裡面 還有一些法律上面 不是只單純的洗錢 只單純的好像現在是圖利 這一部分 沒有範圍非常大 範圍非常大 所以包括裡面 如果政治現金你拿出來 有你在挪用 我告訴你都可能構成洗錢罪 所以洗錢罪的定義 不是我們現在只看到清華城這一塊 他所有涉及到所有的案子 如果在規範裡的不法 陳貝奇挪用挪來挪去 他都可能變成洗錢罪 所以你說 第一個先要界定的是 那些錢是否屬於犯罪持有 如果不是的話 交代不出來 那是屬於柯文哲他們夫妻裡面 在公務人員時期 彩彩來源不明 這要分很多層次在看 所以你說陳貝奇有沒有風險 當然有風險 而且他說什麼兩百 那個小超大家都拍到 兩百二十四萬吧 你說是那個合法證語 我們今天講一句話 陳貝奇你法律概念稍微好一點 只要有繳證語稅 一千萬證語都叫合法 嗯 兩百二十四是免稅的合法 你寫在上面 還特別強到你都合於免稅 請注意一下 國稅局那個 檢察官是可以調你的國稅局的 所得稅報告是否有名列證與稅 這一部分 所以很多事情講的時候 陳貝奇能安靜最好 否則你越講 讓檢察官查越多東西